您好,欢迎您和我们一起关心台电的消息 厚里寸低落差示范电厂经过4个多月的修缮时间 终于在8月10号重新启用,再次投入绿能发电的行列 这个示范电厂是引大安息的水到厚里寸灌溉渠道 运用有效低落差提供稳定环保的发电方式 每年大约可以提供60万度的发电量 对于已经存在的阵路能源在利用,具有极大的开发价值 8月10号,厚里寸低落差示范电厂举办启用典礼 经过4个多月的修缮时间,再度投入绿能发电行列 当天由台电中副总经理主持仪式 将启程委员及多位贵宾共享盛举 手持水杯从Hydropower字样注入蓝色液体 象征绿色环保的能量异象 主要单位台湾电力东西大甲西发电厂 透过发电,同时能够让我们的绿能整序 厚里寸低落差示范电厂是全国第一座低落差微型学历发电厂 因为设备老旧而暂停运转 为了有效利用农田灌溉水寸里的流水 大甲西发电厂协助台中农田水历会完成修缮工作 并由台电负责日后的运转维护 预估每年可提供约60万度的发电量 水利电厂现在有80几座的机组 算是可以开发的地方 我们都尽量开发 那这个区块微小水利是我们现在另外一个重点 所以我说今天这个示范 这个启用典礼就有它不一样的意义 当天画家陈寅瑞先生也制赠一幅德基水库水墨画 祝福绿能永续发展 透过这次示范电厂启用活动 让卫界了解随着小型水利发电技术的提升 未来田边水寸发电厂将会是一股新的绿能趋势 林佳惠 李俊杰 台中厚礼报道 这里是台电影音网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见